北京冬季冬奥运会2月4日即将开幕 各国运动员、官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及媒体记者已陆续抵达 1月27日冬奥村正式开村后 入境人数增多 检测出的新冠阳性病例数目亦增加至119宗 运动员及代表队官员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有些运动员可能会失去参赛资格 但冬奥组委会说闭环内没有引起疫情的群聚性传播 总体仍然在可控范围之内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职 入境参赛的运动员、官员及媒体记者越来越多 在机场被检测出 针观阳性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冬奥村在1月27日正式开村以来 阳性病例累计119宗 运动员及官员的阳性检测率为2.9% 工人以及媒体的阳性检测率为0.66% 星期日检测呈阳性的28人入面 有8名运动员或者运动队的官员 俄罗斯队有3人 香港滑雪选手金和晓底经之后 两次测出阳性被送往酒店隔离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负责人 芬兰前冰球运动员艾玛泰尔霍的检测结果 也呈阳性 其后他一直处于隔离状态 艾玛说 即使这个不是他设想的冬奥开局 但是也很高兴见到北京2022冬奥 制定的健康安全协议运作良好 北京冬奥会组织者说 阳性感染者都被阻挡在机场 落地检测之后进入闭环管理 再被感染的几率极小 目前闭环内疫情传播的情况 仍然在预估的可控范围内 组织者还实施了一个新的政策 新近感染过的运动员 只要在登基前5日内 连续做4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就有机会参赛 奥地利世界顶尖跳台滑雪选手Marie Kramer 抵达北京之前测出阳性 她希望调养好身体之后 重新安排时间再次出发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